我觉得更棒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资料 我们应该要用视觉化的呈现方式 视觉化的呈现方式 怎么呈现呢 我们用色彩来去凸显 它资料的一个变化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刚刚是用销售我来做计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cell放在color这边 最好是把这个颜色做一个区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编辑颜色 假设我把颜色区分成 例如说两个 区分成两个 然后点选应用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边颜色是比较高的 这边颜色是比较低的 好你看 当我今天我点选 我看这样子的图的时候 我在报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2017-2018年的业绩相对是比较好的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来去看它的季节性分布 会发现第四季业绩特别好 那前三季的表现都没有那么好 也就是说公司的那个旺季是在第四季 然后你去看 当我今天改成孟子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公司啊 9月11月12月是我们销售非常非常好的时间 所以相对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用色彩来去呈现资料 方便大家去做检视 这就是视觉化分析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想暂时先把从Table 然后到视觉化 怎么做视觉化分析 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 然后当做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段落 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内容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请你写信来提问 我的电子邮件 tsher.sun 小老鼠msa.hinet.net 好 那期待我们有更多的线上相处的时间 我暂时先把Cabriel做大熟悉分析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